一点人之所以痛苦 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 二点 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 别人也永远不可能给你烦恼 因为你自己的内心 你放不下 三点 你永远要感谢给你逆境的众生 四点 你永远要宽恕众生 无论它有多坏 甚至它伤害过你 你一定要放下 三 能得到真正的快乐 五点 当你快乐时 你要想这快乐不是永恒的 当你痛苦时 你要想这痛苦 也不是永恒的 六点 今日的执着 会造成明日的后悔 七点 你何以又又爱 但不要执着 因为分离是必然的 八点 不要浪费你的生命 在你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 九点 你什么时候放下 什么时候就没有烦恼 一零点 每一种创伤 都是一种成熟 一一点 狂妄的人有救 自卑的人没有救 认识自己 降服自己 改变自己 才能改变别人 一二点 你不要一直不满人家 你应该一直检讨自己才对 不满人家 是苦了你自己 一三点 一个人 如果不能从内心去原谅别人 那他就永远不会心安理得 一四点 心中装满着自己的看法与想法的人 永远听不见别人的心声 一五点 毁灭人 只要一句话 陪止你 的人 却要千句话 请你多口 下留情 一六点 根本 不必回头去 看咒 你的人 是谁 如果有一条疯狗 咬你一口 难道你也咬它 下去 反咬它一口吗 一七点 永远不要浪费你的一分一秒 去想任何你不喜欢的人 一八点 请你用慈悲心和温和的态度 把你的不满与委屈说出来 别人就容易接受 一九点 同样的瓶子 你为什么要装毒药呢 同样的心 你为什么要充满着烦恼 那二零点得不到的东西 我们会一直以为它是美好的 那是因为你对它了解太少 没有时间与它相处在一起 当有一天 你深入了解后 你会发现 原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